哈囉,我是Jill老師 我們有了根號的一個基本定義還有簡單的運算法則之後 也就是根號它是square root,就是跟正方形有關 所以有了正方形,假設正方形的面積是7 那麼我們就知道邊長就是根號7跟根號7 所以我們也知道了因為面積是由邊長乘邊長 所以根號7乘以根號7就是7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完全我們要討論的就是一個基本的運算法則 那在這邊我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一個叫做完全平方數 那完全平方數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平方根,它的平方根就是square root 我們把它做它的平方根是整數的數 那當然平方根在這邊我們會討論到一個數 就是平方根為什麼可以是整數 有時候我們會講平方根16 16是由哪兩個數字相乘是16 第一個就是4跟4 再來就是負4跟負4 所以在講平方根的時候其實是有正的4 平方根有正的也有負的 就以16為例子 它的平方根可能是4 也可以是負4 那因為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正整數的部分 先請向在面積這邊先去做討論 避免同學們在這邊開始做混淆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先介紹一個叫做完全平方數 也就是說什麼叫做完全平方數 只要你看到正方形的面積是 舉例來說我們看到面積是64 那同學們不會刻意的在編長那邊寫 因為正方形的面積是64 所以它的編長是根號64 相信同學們都會九九乘法 所以我們就馬上就會寫8864 在這種情況之下 也就是說這個64是可以馬上拆解出 它的根號64就是8 因為它的平方根就是整數 那這種我們就稱64 叫做完全平方數 相同的意思是我們可以看成是12去乘以12 所以它的平方根是12 我們就叫做完全平方數 那現在黑板上所寫的白色或藍色都一樣 它們都叫做完全平方數 那我們就去找它的平方根 但是在這邊呢 我們以正整自然數為主 這邊先以自然數 natural number為主 就是我們先以自然數 那之後呢 影片會正式介紹什麼叫做平方根 所以1呢我們可以看中 因為1 如果今天正方形的面積是1 代表它的編長是1乘1 所以它就是由1來的 那4的話就是由2來的 9的話呢 33和9 所以9 當然我們會說9 面積是9 它的編長就是根號9 那根號9 那當然它的面積就是根號9 去乘上根號9 就要維持是它的9 這樣子才可以符合 編長編長的面積的一個法則 所以這個就叫做square root 就square root 但是這是正數的square root 所以根號9 根號9 所以我們把根號9呢 它這邊 根號9就是誰呢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根號9就是3 因為我們把9做一個平方根 但我們取的是正的 大概是正3 這裡就不加正負了 所以根號9做這個平方正的平方根的時候 就出現了3 那在這邊16呢 一樣就是4 所以5呢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法則 如何去找有連續的一個完全平方數 我們只要找123456789 只要會數數就可以 然後拿來做平方 比如說我找到7 7749 49就是完全平方數 所以這裡很快速就可以結束 這是5 然後6636 7749 8864 9981 10 11 12 13 169 那再來呢 196的話就是14 當然金龍老師是不太建議說 什麼都要把它背得很熟 但是背熟 我們先了解它的原理之後呢 了解原理是第一熟味 如果不了解原理去死背的話 往往背 可能背了沒幾天你也忘了 然後對數學就會索然無味 然後你就是不知為何而戰 不知所謂 然後人生你都要做什麼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先知道原理 有了原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去背 那這個就是人上人 就是你懂原理你又會背 所以你又背得起來 但是有時候也不用靠死背 就是我們題目多做 多做幾次 就像金龍老師其實頭腦也不是很好 我看到400的話 當然就是20乘20 但是有一個625 因為太常做題目了 看到625 就知道是25去乘上25 所以不是金龍老師去死背 而是題目做多了 或者看多了 年齡增長也多了 所以同學們在開始接觸 當然會陌生 所以會建議你做題目的時候 多觀察你們的數字 不要隨便亂 就是寫完之後 就忘記看他在算什麼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在算什麼 一定要有邏輯 怎麼算的 然後這個東西 會出現這個東西 那久了你看多了 25乘25就是625 所以以下依序就是 可是14 14的平方就是196就是 所以完全平方數是196 所以切記不要考錯人不是14 那25的話就是15 15的平方 這邊是16 是256 再來17 18 18的平方324 這也是蠻常遇到的 19 19倒是感覺比較少遇到一點點 但考試會不會常遇到 那再來下面寫N平方的部分 就是這個number衍生出來的 就是完全平方數 希望同學們對完全平方數有了解 那如果說再多做一 建議 就是說多做一點題目 如果能夠把這些平方數能夠看到 有時候反射一下 對解題過程會節省不少的時間 那希望同學們這邊對同學們有幫助 同學們加油